今天我很高興有個機會在這裏跟大家相聚 主要是有兩件事 第一件事想借今天這個機會 衷心感謝大家在823天甲颱風 超級颱風吹襲澳門期間 大家所付出的努力為港大居民服務 擺在第二圍 看到港大的公務員這次團結一致 為市民服務 更多的公務員在自發性參加了義工行列 不單止在本身的職務上盡量發揮 而且更加去協助有需要的人士 來到使澳門能夠盡快回復這個秩序 和減低了這個傷害 我們未來的想法就是 第一投資了我們一定重大地考慮需要的物資投資 第二設立適當的機制 第三不會因為不用而浪費了 我們也不希望經常要用 但是總是要做好準備 這個是系統化和系統工程 我們會去做 資源一定要投入 系統一定要建設好 千萬不要認為不用 就是浪費了 因為是不同的比較 比較是什麼呢 人名是最寶貴的 地區的居民的健康和安全 也是最寶貴的 但是我們可以再加強居民 對於以後遇到一些災害的 一些預防的一些意識 加強他們一些教育的意識 我自己有一點建議 就是說如果在災害的時候 我們政府可以有一個中心 可以譬如呼籲一些熱心的市民 或者是一些商戶 他們收集他們的物資 然後由我們政府部門去領導 去分發這些物資 或者是按區分或者是實際需要去派發 那可能效率會更加高 納粹人來到跟我們反映 他說雖然立即的金錢是重要的 因為他們都要重整他們的生活 但是後續的工作 我相信也都更加重要 因為所有受災戶 可能關於他們登記商戶的一份文件 在水災的裏面已經一張都沒有了 所以我們財政局現在可以做的就是 就是關於發出這個證明書 有關商戶 他們有關的登記資料 我們希望都可以特事特化 盡快去幫助他們 領導一些文件的 是 是 是